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我是Joyce Man 讓哲學進入經營、建立企業成功經營 我們接著談矜持哲學第57條 心想事成 我們每一個人如果在自己的內心當中 每天都想著我一定要成功 而且我一定會非常努力的來面對所有的挑戰 在每一件工作或計畫的過程當中 我都能實事求是 扎實積極的來面對 這樣子成功當然就會一直伴隨著你而來 甚至應該說就算沒有成功 我們的內心當中也是充滿著 所謂的旺盛的企圖心 往往一觸可擊的事情其實就在於 我們的心態、我們的內心 是不是始終都想著讓我們自己可以成功 從另一方面如果每次遇到一件事情 都覺得說可能不行 可能這樣子會不好 內心當中就沒有所謂的積極的態度 只是一昧地認為說我會遇到困難 我會遇到阻礙所以我不行 工作也好、經營企業也好 當然會面對很多的困難跟阻礙 但是如果我們始終沒有辦法來面對 沒有辦法告訴自己 我一定可以克服這樣的困難 我一定可以成功 成功是跟你是漸行漸遠 而沒有辦法真正的可以讓自己 在工作或者企業經營上面得到有所成就 當然一開始的成功並不是永遠的成功 所以我們內心當中必須要始終維持著 我們一直在講的旺盛的企圖心 同時要告訴自己要努力再努力 要比前一刻、要比前一天還要努力 這樣子才能真正的有成功的機會 同時要有那種燃燒般的鬥魂 而且要時時告訴自己 我可以、我很棒 同時我的團隊、我的員工也是最棒的 那你自己心裡有這樣的積極前進的氛圍 這樣的態度來去影響到我們自己的員工 讓所有的員工也真正的具備這樣的積極的元素 然後每個人心中、始終都抱著所謂的心、想、事成 也就是說我要這麼想、我要這麼做 它一定可以成功 因此我們想要讓自己的企業可以獲利、可以長存 面對著外界的同行的競爭、企業、產業的經營不易 我們必須要時時刻刻告訴自己 我們一定可以、我們一定可以成功 每個人都必須要具備的這樣 所謂心想事成的這種積極的心態 這樣子個人跟企業也才能持續 才能延續成為一個永續的企業 謝謝 我是Joisman 如果你覺得這個不錯 讓我們下回繼續聊哲學吧 webtv webtv